好 尾巴冲突还在持续 但另外一个地方同样现在看起来也是冲突不断 那就是在南海了 那么其实在中国大陆呢 他们在8月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地图 当中就重申他们对南海还是有90%的主权 所以当然也已经周边很多国家跳脚 菲律宾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中国观察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运文来到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运文好 盛音好 大家好 好 运文我们知道其实9月这几个月来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南海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冲突 甚至9月的时候菲律宾还减断了这个中国设置的屏障 双方就是非常的紧张 那我们知道说昨天这个冲突是不是感觉又进一步升温 甚至有传出说有渔船发生碰撞的情形 好 其实什么来看到 其实这个中非的争议是持续的好一段时间了 现在8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的海警船是对这个飞国船只发射水炮 然后之后呢互相又有一些争执之下 在昨天是出现了船只互相碰撞的情形 我们先来看到这在南海这地方 叫做是呢仁爱暗杀 仁爱礁 仁爱岛礁这块地方 其实是蛮靠近菲律宾的啦 但是呢这块地方被中国认为是他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先来看到是因为之前呢 飞国就有个军舰是停靠 停泊在这个仁爱岛礁这边 最不断运补这个物资之下呢 飞国借此来申申他们有这个仁爱岛礁的主权 但是被中方认为呢 他们这招叫做是非法坐摊的行为 要求呢飞国赶快把船只给拖走 所以现在今年以来是不断的有相关的这样的争议在发生 然后在昨天的这个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 来看到这一艘就是飞国的这个运补船 然后呢跟中方的海警船就有了小小的碰撞了这样的情形 其实这样其实蛮危险的喔 我们就来看到是中方就说 这个飞国的运补船呢 叫做尤纳扎五岳这个2号的游艇呢 他其实呢是向这个坐摊的军舰运送物资 然后呢又无视于这个就中方海警船 不断的一些警告之下 还刻意的是要穿越了他们这个 就海警船的这个舰守这地方 所以呢发生了碰撞 同时还有是飞国一艘海警船呢 还刻意的倒车倒船 把鼓这样的状况 跟这个中国那一艘漂泊的这个啊 就是船舰呢发生了擦撞的情形 认为是飞方在故意的恶意的碰瓷来制造事端 是装作是一副无辜的受害者形象 不过来看到是这是飞国的控诉 他们说呢是中国的海警 跟他们的海上民兵啊 就是呢展开危险 而且不负责任的一些相关的违法举动 所以维持到他们船员的安全 但是没有说他们到底具体上 有多少船员的损失跟伤亡这样的状况 所以看来这目前呢 中国在南海的不断扩张之下 引发了中飞的紧张关系 是没错看得出来在公海上 两个船只要互相的碰撞 感觉相对来说比较不太有可能 就是有点危险就相关规范啦 其实是没错 像是观众朋友斐温案就说 这个他们是不是要强补鱼 其实有很多包括经济海域 主权等等都是他们 这个争议的一大部分 其实主权是蛮重要的概念啦 是没错那当然这一次的状况 也让他们两国的情势 又再更加的升温更紧张 那我们来看到中国 现在除了南海的争议之外 他们自己国内呢 其实今年有非常多的专事学者 都说中国大陆的经济疲软 但是我们看到说 在之前中秋廉假八天的时候 很多的人很多的照片 都显示说挤得水泄不同 旅游也非常的兴盛 所以大家又觉得说 中国大陆真的经济疲软吗 想要请教韵文你怎么看 现在他们是经济有回温的吗 应该说是有回温 但是这回温的状况呢 是不如预期的情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位呢 他是中国大陆前财长 叫做呢是这个就是楼继伟 他是认为是要说呢 其实目前中国大陆 他们整个市场的这个规模 还是很庞大的 以及呢整个基础设施 也是很完善的 跟成业的配泡是很完整之下 所以整体而言 中国的经济呢 还是这个基本面还是向好了 是他的一个看法 然后他说呢 他认为今年中国的景气是有明显的回暖 所以预估这个全年的GDP是成长5% 但是我这目标应该是有希望可以达成的 认为说中国依旧还是世界这个经济 最重要的成长引擎 尤其来看到是他说目前中国在这个数位经济呀 还有就是呢就是干净能源啊 锂电池啊电动撑者 这几个四大方块的这个领域 其实蛮认真的在不断一些积极的发展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朝向数位化 智位化跟绿色化的转型是有升级的 但是有三大的问题也不得不承认 第一就是他们现在内需呢 消费是很乏力的状况 内需内循环还是不如预期的这样蓬勃发展 所以内需的消费疲软之下 其实经济是起色有限啦 然后是房地产有转折的状况 他们的房地产其实现在很不好 房市崩跌已经很多烂尾楼的情形 都还没有解决 再来就是他们地方的债务的风险 很大很多地方政府欠债很严重 公园被砍薪水 所以这三大目前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三大隐忧 是没错这个中国大陆好不容易 从清零的政策走出来之后 本来大家又以为经济会再度起来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 还是有很多的挑战需要来面对的 那我们也知道说中国的经济 当然也会影响到全球的局势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那我们也谢谢韵文今天来到节目盛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韵文 谢谢世音音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说 中国大陆现在呢 除了南海争议 自己呢国内也面临的经济的问题 但现在呢 北京他们就声称了 他们破获了美国的间谍案 他们中国大陆的官媒 就在特别节目当中报道 他说美国的情报机构呢 吸收了策反一名中国的军工单位 赴美访问的学者 当然要他担任的位置 就是间谍的角色 要他在中国 中共国防军工体系里面担任眼线 但是现在这一起间谍案呢 目前就已经在审判当中了 双手上铐 对着镜头忏悔 中国大陆官媒 宣称又破获美国间谍案 他们想就是说了解 了解中国的很多这些科技 发明的一些进展情况吧 那种当然也给我 也提示了 就是说作为顾问有报酬 这名中国籍的侯姓嫌犯 原是中共重点军工单位的研究员 2013年英工赴美当访问学者 经教授引荐 认识美国咨询机构的人员 美国间谍情报机关 通常通过签证信息 掌握我赴美人员履历 而这名咨询公司朋友 经常邀约吃喝玩乐 在八次见面后 正式提出一份协议书 邀请侯南担任该公司咨询专家 北京声称 这是美国情报机关惯用手法 参观游览 吃高档西餐 看拖衣舞表演 参观CNN总部 观看超级碗橄榄球赛 到了2014年 宏南调回中国大陆 双方仍保持联系 北京当局声称 宏南提供国防军工情报 涉及绝密级两份 机密级三份 秘密级六份 对国安造成危害 拿一个信封 信封面装了 就装了一些美人 最开始没涉及到 国防方面的问题 就是六七百的样子 然后好在涉及到国防那些问题 就是一千左右 侯县嫌犯在2021年 依间谍罪被抓 依照中国大陆间谍法 情节严重者可判 十年以上到死刑 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中 美国方面尚未有回应 TVB2新闻叶俊宏文综合报道 把镜头转回台湾 来关心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他日前因为提案 冻结次真飞弹的采购预算 引来绿营的批评 这也让他当时气到一度衰比 但是今天吴思怀又在立院 来质问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说冻结你们的预算 你们有意见吗 甚至还强调说 如果未来国防部体制内 再有人对他放话 他就会提案删除全部的预算 侮辱到我的人格和专业 很抱歉 那就一刀切了 因为冻结国防预算 招来踏拔 来绿吴思怀 直指国防部有人再放话 我冻结你们的预算 你们有意见吗 如果你再让这些 国防部体制内的人 在媒体放话 我告诉部长 我就删减全部预算 这也很抱歉 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一块 但我跟我们同仁强调的 跟对外的讲法都一致的 委员他的责任所在 不派出删减全部预算 国防部长就过正淡定 按捺一下 或许就怕随便一句话 均够进度受影响 用微信两岸和平 前中的马云九 防美行不断喊话美方 保持政治中立 更引述纽约时报文章 美国是如何在台湾问题上 火上浇油 呼吁美方不要将台湾武器化 但就怕这些言论 伤及台美互信 总统府副美署长黄冲燕 就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强调 AIT主席罗森伯格特别谈到 美国不会因为以色列冲突 造成对台资源上的失衡或不足 美方军员密切注意 没问题 但万一两岸真的爆发战事 除了军事上的防御 电信通讯又要如何因应 就还有包含微波跟卫星的两条路 可以传出去 以恶物为借鉴灾难漫游 开发ING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